就是被冷凍一年 然後後來 妳有被冷凍一年 為了什麼 就是被偷拍的事是不是 人家被冷凍一年 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這樣會很失禮啊 沒有啦 因為那個被偷拍的 我也不好意思問啊 因為 妳被冷凍一年的時候 真的都不能上電視節目嗎 然後就在家裡 其實有一點憂鬱症 然後沒有收入是不是 對 是被Andy冷凍的嗎 對 我沒有Andy的畫面 要不要掉出來 來看一下 沒有 但是後來 妳願意出回的Andy 但是後來 因為我自己跟Andy哥提說 我想要當模特兒 然後他就幫我介紹到伊玲 被冷凍的那一年 不可以跟Andy說 那我不要坐了 我自己自由這樣 因為那時候還有合約在 那就是既不可以表演 又不可以不表演 後來還是有陸黑社會 但是 就是收入還是沒有很高 就是一點點這樣 就足夠我自己生活 但是不夠給媽媽 所以妳有二話不說 跟小玉分手嗎 我沒有在一起過啦 就是有好感 然後有曖昧一段時間 但是後來就是其實 就是因為很多原因 然後也會妨礙到 可是如果被冷凍 為什麼不乾脆 就好好跟小玉 熱烈的談一個戀愛 說話 妳覺得應該就是會 吵個緋聞搞不好更好 對啊 可是我覺得應該會恨吧 會恨她 就覺得都是妳害我變這樣 有嗎 會不會 妳有問她說 那為什麼小玉不一起冷凍 有 她要冷凍 她也冷凍了嗎 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小 那妳們兩個不就可以 大大方出去玩了 沒有耶 因為反正兩個人 都被冷凍也沒事做啊 在冰箱裡過來逛去啊 就是那一陣子就有講好說 好了就是當朋友就好了 對 所以妳甘心喔 我甘心啊 那妳現在是模特兒啦 妳不用 妳可以跟小玉好好交往嗎 不用啊 其實別人也可以